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我国成建的卖家车站特大桥 更是重点控制工程 不仅地处地震带温度还特别高 年极端高温达到了55摄氏度 风沙频繁环境恶劣 为了保证质量 工作人员通过技术创新 建设时埋设了传感器和硬变器 实时观察温度变化并及时调整 更加保证了桥梁的安全性 而大桥横跨5条公路 最大宽度72.6米 相当于20辆汽车并排行驶 创下了世界高铁桥梁宽度之最 对于中国不怕困难不断挑战的勇气和精神 沙特表示深感敬佩 视频元素来自Babystock 由Max Honor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 Honor创意公园